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享受在彰化 那在大館里面就是以疗愈为主体 在这边有包括大家看到的 那个田尾的这种灯罩的一个迷宫 那有我们这个花椰菜四色的一个展览 那还有很多花花草草所做成的 美丽的这个有疗愈的一个这个展览馆 那另外我们的小馆是用我们的这个多肉植物 最主要我们是以小鲜肉为主体 那小鲜肉的部分不是帅哥 实际上是我们的鲜人掌 以及我们的多肉植物 这个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来这个参观 来选购来做疗愈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展出 让大家白天能够来清净彰化的这个花卉 那让大家了解彰化花卉的美 那另外晚上呢 还有水舞跟这个灯饰 那这边呢有非常多的地方 是可以去打卡 可以去做这个网红的 那我们另外的话 在北彰化也有另外一个灯虚 那所以这次最主要的特色有双展览馆以及双灯区 欢迎我们全国的乡亲来彰化 好吃 好胜 好看 都在彰化 也有这样子好的一个像我们双花也好 像我们彰化有非常好的树木苗木 还有非常好的我们相关的产品 我们把花在彰化西周公园当作一个地标 一个我们的目标 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这个目标 我们在周围的各个乡镇 也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2020花在彰化活动 今年跳脱传统生肖主题 推出新兴的农业疗愈体验 包括园艺治疗 养生食疗 芳香疗法 森林疗愈及油气等 兼具治疗及教育的意义 活动也结合彰化线灯会 让游客沉浸在花与灯之间 交互辉映的感官视觉享受 邀请民众大年初一至16日 来彰化走春闪花看花灯 公益频道张华云台北采访报道